台湾第一千金身家超过40亿背景 强大是娱乐圈的女版王思聪 现在很多娱乐圈的艺人 自己本身就有很强的背景 有些是家境好 有些自己本身出生的演艺世家 原本大家都说人人都是平等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出身很不错 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自己有什么梦想就都能实现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台湾第一千金 他不仅是出身好背景强大 而且还多才多艺 可能对台湾的明星不了解的人 可能不知道这位第一千金究竟是谁 他的名字叫做关颖 本来他是一名演员演过天国的嫁衣的女儿 在里面也是一个白富美可以说观影自己十分的优秀 人本他是模特出道 但是国外留学还学习了舞蹈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 还学习了管理 但是最让人意外的 是他依旧没有接管自己的家族企业 反而是进入了娱乐圈 说到他的家庭背景父亲 是一个大集团的创始人 而母亲也是生于台湾一个背景雄厚的家族 他的外公还是台湾的首富友人 估测过他身家超过40亿 有这么背景强大的家族 为什么还进于娱乐圈发展呢 他拍摄了这么多电视剧 却没有获得过什么奖项 可能这就是他的兴趣爱好 把观影的性格非常开朗 而且十分张扬 所以他的好朋友也都是这样的性格 比如说英才儿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 可能就是性格很合得来的缘故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观影是富家千金 所以男朋友应该都是富家子弟 其实并不是这样 现在他的老公也是比较普通的 只不过自己有一家公司 但是相对于观影来说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两人在一起 很多人都觉得十分惊讶 因为男方长相不出众 而且年纪还比观影大了很多 但是不得不说 两人结婚这么多年 感情依旧是非常幸福的 虽然他是娱乐圈的女版王思聪 但是对待感情 却非常认真 现在有三个可爱的宝宝 虽然前后只花了三年的时间 但是不得不说 这都是真爱的产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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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